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脑子一直在过 过过几个人啊 阿K XPU的队长 赵建鹏 TI的队长 11 R&B的队长 阿牙 Speed的老大冯正 我们是一起是5加5的这个带头人 只有这五个选择 想了半天就是其他人都没有那么合适 只有和冯正是最恰当好处的 被高博卡奥特的时候是什么感受 我那一站起来我就懵了 懵住那种感觉 什么情况啊 掐一眼自己都不是做梦啊 这不是自己人嘛 再加上他实力也很强 所以很想很认真的去跳 但是一想到后果 我们俩淘汰一个这东西就有点不得 其实参加这个有想到会跟他遇到 但是没想到这么快 真太快了 这刚刚149都很意外 觉得特委屈 感觉不知道怎么办那种不错的那种感觉 上次比赛已经是10年前了 当时是什么情形 廖伯布说我也忘了 那个真的是在10年前就在上海 我们一起参加了比赛就在09年 对 一晃10年 当时就是一个Dance Live的地下比赛 在酒吧里的比赛 地下比赛 然后我们俩就碰到了 8强 4强之类的碰到了 当时的比赛谁赢了 是我赢了 那场battle我输了 时隔10年 两场比赛感觉有什么不一样吗 玩嘛 battle都是玩 只是这一场的意义对我们来说很大 因为这一场是一个很大声的比赛 必须要淘汰一个很强 老了呀 我们体力都没有以前好 这是不能否认的 特别是廖伯说完之后 然后我跟他battle的时候 其实都没有想过什么动作 音乐什么的 就完全是在回忆我们的这20年 都发生了什么 因为我们一起办的KOD 一起组建的5加5 太多艰辛的时候 都是互相的去支撑 互相的合作 互相的加油 我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 你知道就是说 你要去全力做这件事情 但是它的结果可能会伤害到别人 或者伤害到自己的感觉的 这种纠结的心情 其实是很难受的 那你尽全力了吗 尽全力了吧 因为毕竟我们是职业的舞者 在battle的时候还是尽量去专心 虽然有很多事在想 但是尽量专心吧 如何看待这场比赛的结果 我对自己的发挥是满意的 就是一个舞者是这样的 一个舞者的心态 如果你没有跳好 这场你赢了 你会觉得很郁闷 但是如果你这场跳得非常好 没有赢 其实你自己是很开心的 但是那一场 其实输赢 其实无所谓的 赢了之后 有和高博说什么吗 就我们私下的OK的 没什么 就其实我们的感觉 已经变成这种 一笑而过啊 拍一下尖啊 递个眼神都不用说话 太了解了互相了